《日文宣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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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30年 我就做了幾個小習慣了 我就煮素食跟大家結散人 剛開始找不到方法 所以都使用滿力 後來有資深的師姐會分享給我們聽 所以要用借力使力 欣仪师姐会教我一些技巧 就像我的个子那么小 我们也是要自己去摸索 早 这园区人就多了 所以你就要煮大厅 大厅你就要煮的时候是靠压力 所以有时候我们要教 你们去大厅煎的时候 就要弄我们这样弄烂 2005年的时候 板桥园区启用前 我在整理的时候 我就煮素食回来跟大家解散员 既然我有一把的工夫 我要把它传承下去 我就想说我要跟大家分享 做香精最主要的就是 色香味要俱全 你好看也要好吃 我在词记里面 我有学到感恩尊重爱 这不是口号 这是真的实际要去做 你要感恩他们 要不要我一个人 做不了四五百个人的便当 今天有他们我们才能完成 所以我们要感恩他们 在2008年受证的时候就接香肌这个功能 刚开始找不到方法 所以都使用蛮力 然后就会炒得腰酸 手胃酸 后来有资深的师姐会分享给我们听说 要用借力使力不要使用蛮力 后来我自己就慢慢的学习 我会用铲子 然后就是用推的啦 做到最后就比较不会说 会腰酸背痛这样 2016年承担协力组长 透过这个香肌 大家来临近这个向心力 还有我们会邀约惠众 来一起来参与 他们帮忙切菜洗菜啦 然后他们也都做得很欢喜 大家就像一家人一样 我刚进来就是参与福田志工 把园区打扫得干干净净 我们看了也是很发喜很开心 十多年来在福田跟香肌 我是从来都也没断过 在慈祭 我很喜欢上人说的一句话 心宽不伤人 练存不伤己 我是2013年底受证 那当时香肌区块就比较缺人 刚进去什么都不懂 心理师姐会教我一些技巧 像我的个子那么小 其实真的蛮困难的 然后我们也是要自己去摸索 怎样的借力使力 靠着锅铲 还是锅边的力道来翻炒 那2013到现在已经九年了 现在拉大厅比较嫁轻就熟了 只要有轮到我们香肌 我一定会到 那虽然我在上班 我还是会请假 因为我觉得这个是我的责任 也是我的本分事 不是下很大 没关系 鱼穿着也是再走 遇到困难就不退转 尽量转新链 当协力我们一定要带头 然后你才有办法去 维护这些组员 让他们有那种向心力 那我也祈祈我自己能做一个糖果 完成了 耶 耶 鱼也停了